进入到我们的阅读中超的板块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周末 上海的两支球队的纪战术的比赛 仙真士林 到以上再见 好不好 马上回来 拜 欢迎收看阅读中超 一周双赛 升华是迎来了久违的二连胜 这两场胜率 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整个过程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在周中的这场 打不完的足球杯当中 升华所遇到的 对方逼抢的强度 和在周末去打 这个延边覆车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是两场胜利 但是在不同的作战环境之下 所取得的 所以今天我们采用 这样一个对比的方式来看看 这两场的胜利 中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通过Libro 咱们先看一下 打国安那场比赛 因为国安马上就要换帅了 而他换的这个帅 史密特非常注重 前场的高位逼抢 所以我们看 虽然他还没来对 但是代理教练 谢峰 已经是把整个球队的 这种要求 在这场比赛率先 去实施了 我们看 丢球之后 在前场 即便是接近底线的位置 不然抢的都是非常凶 而且没有回收 张学乡兵是 第一层线的拦截 他拦截不成之后 后边还有后一线的拦截 还有拉尔夫 所以开场之后 特别是上半时 深华在后场出球方面 遇到了极大的难题 基本上这个区域 被对方围着抢 很难把球给摘出来 所以上半时这段时间 对深华来讲 打得是非常的被动 而这种逼抢的强度 贯穿了整个上半时 对深华来讲 球能抢下来 但是摘不出去 我们再看 丢球之后 公安是启用了 多达这个区域的八个人 进行压迫抢劫 而且都向有球的球员 以及有可能在这个区域 拿球的人给予的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 说话就稍微迷茫 打得比较小 打得比较短 所以这段时间连续 是在本方的门前丢球 这卑鄙无奈 包括莫里诺和特维斯 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他们得回来帮着防守 而后场的压力 就会越变越大 所以看 上面是一旦球打过来之后 即便球很难 精确地掌握在本队的脚下 但是当深华一拿球之后 公安将会一个个的上来抢 先是对位的逼抢 抢持球者 之后连续每个点 深华队接应的人 都是被对方快速地进行 一个逼押和限制 导致这个区 李云秋很难出球 即便回传给毕军号的球 也仅仅就是把球权 踢得远一点还给对手 所以上半时对深华来讲 面对国安的这样一个 并不是非常成型的 还没有完全到位的 这样一个逼抢 是有一些不须 再反过来 我们再看周末打这个延绵复德 延绵复德是什么方式呢 它是人员密集 占区域 而对深华呢 在外围的倒角和持球人呢 并没有给予太大的压力 所以深华呢 在主持进攻的时候呢 相对比较从容 就像是手球一样 先在外围画一个包围圈 然后来回的调度 传导传导 直到出现了合适的机会之后 再决定向前发动进攻 而在这种倒角当中呢 延绵复德的防守体系呢 也显得是比较凌乱 一开始还都在自己的位置 但是三船两地 莫里诺和曹云定 来了一个交叉之后呢 对方四五个人 都盯曹云定一个人 这个时候 就我们所说的 好的时机出现 就像手球一样 大家都有了一个 发动向前进攻的信号 而这个信号呢 先是从毛剑青的前叉 再到特威斯的迂回 以及曹云定的直船 所以在打延绵复德的时候呢 神花队在前场 所遇到的这个压力 不是很大 再看看 到了下半时呢 也曾经出现这个情况 那就是北京关系落后之后 但是他们当时的这个体力 体能呢 已经是有所下降了 所以逼抢的强度 和上半时不一样了 就出现了节拍的变化 那就是神花队 每个拿球的点 对方逼过来的时候呢 总是慢一拍 所以神花呢 可以慢慢地把球倒出来 同时呢 有时间往前看 去寻找前场的特威斯 这在上半时呢 这种情况是不太多见的 别说是台眼往前传 台眼往前看的时机呢 对方都没有留给神花队 同样 在客场虽然是已经取得了一个胜利 战胜了垫底的这个延边负德 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对方仅仅靠一个单中锋 斯蒂夫呢 也是一度使得神花这个 刚刚处于一个磨合状态的破防线呢 出现了一些配合的不默契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例子 那就是当出现前场反击的时候呢 往往是外援斯蒂夫一个人单打独斗 这个区域呢 但是很多时候呢 李云秋和冰君号呢 也是尝试试图进行一个二加一 但在二加一的实际上呢 到底谁外线谁内线 两人是不是同时靠拢 关紧门缝 让斯蒂夫呢 无运作空间 这个呢 还是有些默契 还是缺少默契 我们看 当李云秋过来防止的时候呢 冰君号呢 就没有再靠过去 所以有点丧失掉了 在这个位上二加一的这样一个优势 最终呢 也使得看这个区域是多防守 但提供给斯蒂夫活动的区域呢 是非常大的 李云秋靠过去之后呢 都到射门的这一瞬间 冰君号呢 还没有再靠进去给他压力 所以如何压缩对方反击单点的 这样一个问题呢 是这个新的后防线组合需要解决的 再看这次 同样打成后 同样有二加一压缩关门的机会 但这次呢 还是给斯蒂夫一个做球 或者盘带和船中运作的空间 这种压迫的感觉呢 还没有给到一个极致 因为近几轮比赛当中呢 每每遇到这样一些球队的时候呢 都感觉对方的中锋 好像实力很强 很活跃 包括在对天津的时候的 他们的低压力等等 所以相信今后对对方 打单键头的这样一个前锋 持发者在后场的时候 给予着压力呢 包括队员呼应之间 同时上去进行一个二防一 压缩空间呢 这种实际来看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在十一年前 当时我还是这个 深花俗校的校长助理 同时参与了 由吴金贵指导呢 来牵头组织了和 这个汉堡 这个清训 汉堡俱乐部清训 所进行这样一个合作 当时呢 他们汉堡的总店呢 拿过了一张碟片 这个碟片当中呢 就是一个中国小孩子 自己来推荐自己 这样一个视频 这个小孩的技术非常好 能从这个底线 一直颠球跑 跑到那个底线 波罗地再回来 技术非常的娴熟 当时呢 他还是一个孩子 但是这个小孩呢 现在已经成长了一个 中超的主力球员了 那就是林创一 这场比赛呢 是在上岗 缺柄小将的背景之下 林创一呢 是打到了边后卫 而他打边后卫之后呢 完全把他自于以前 打中场的这个优势和特点呢 带了进去 那就是他的传球进攻 远远胜过他的跑动进攻 和复欢呢 是不是一种类型的方式 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 林创一的一些镜头 他在这个区域呢 只要是明白队友 想给他送球 只要前叉的话呢 他自己的传球呢 还是相当讲究的 这就是打前卫的球员 来代打 或者说改打边后卫之后 所具有的这样一个优势 那就是他的传球比较反 他传球的视野呢 是比较不错的 不论身体素质 林创一的位置呢 是没法和这个复欢比的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拿出前卫的头脑 来组织进攻 上岗中路 往往会吸引和消耗 对方大量的这样一个空间 而这个时候呢 就给了编入拿球者呢 很好的施展脚法的机会 看这次林创一的传球 不追求过人 而直接划出一个弧线落点 在吴磊的压力之下呢 格迈斯出现了乌龙球 实际上格迈斯这场比赛呢 只有两个乌龙球的 再看林创一在助攻当中 他自己参与进攻的一些方式 那么复欢身体素质非常棒 复欢的跑动能力很强 而林创一呢 就用自己的传球 争取能弥补这方面的一些弱项 然后用传球向前输送呢 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比较可惜的是 这几脚传球呢 空当线路都发挥 这个发现的不错 但是在最终传球的脚法方面呢 还稍微欠缺了一些 相信再多打一些这些位置呢 他应该会在这些点上 会有更好的一些表现 向前传球的意识 以及自己打前卫的那种 传球的弱点和脚法的运动呢 这是林创一的优点 同样一个人呢 也有自己的优点 那就是吴磊 那么吴磊呢 在多场比赛当中 始终是证明自己在跑位方面呢 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 这场比赛是迎来了他的第九个竞球 同样也是在很多没竞球的过程当中呢 再次体现了自己跑位的灵动性 我们看看Libra的分析 当林创一给他拿球的时候呢 我们看什么叫以跑代传 那是传球的人在等 跑动的人给他一个信号 而这个时候呢 吴磊就用这种信号 把传球者的线路呢 给带出来 这个时候呢 是传过去了 而且吴磊的拿球呢 也是一度在禁区里边呢 创造了很好的机会 再看之后呢 这几次进攻 吴磊的跑位呢 依然是有很强的这种暗示性 队友不能传的时候呢 不跑 但是一旦看他的时候呢 他做了一个斜线迂回 而且是找对方两中位 结合部的空间 去进行引领 而这种一跑代传 就把林创一的球呢 给带出来了 所以像前锋这种直插 不仅仅是有速度 同时呢 他要有跑位的技巧 同样再看这次 如果仅仅是往角旗 那个附近的一个直插呢 那顶多就是个下距传中 但这次呢 他来了一个斜线的迂回 斜线要了一个 很好的内部空当 又是找到了对方 两个后卫之间的结合部 所以对吴磊来讲 自己的跑位的特色呢 也是使他获得更多得分 更多射门机会的 这样一种原动力 这次同样是一个 拿球之后的内切跑位 还是选择对方 两个后卫的结合部 霍尔克给他送球呢 这个时候是稍微晚了一点 但是不管越不越位 吴磊的这个跑动呢 还是非常棒 我们来可以看一个数据 那就是在前12轮的比赛 吴磊在获得这8个进球的过程当中 他的数据上的一些表现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榜单呢 吴磊是唯一一个在射手榜 在平均进球时间 以及进球转换率上 都能进入到榜单的国内球员 本赛季呢 至今他出战了12轮比赛 收获了8例进球 平均进球时间呢 是130分钟 进球转化率呢 是20.51% 这是他前8个进球 所给予的数据 所以这个数据 比起外援来讲呢 吴磊也是毫不逊色的 所以很多时候 当大家在说一个球员 可能他在浪费机会的时候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他总是能寻找到机会 这就是自己跑位上 非常好的一点 一旦把握机会的能力提高 或者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呢 这种不停的跑位 所带来的进球呢 会越来越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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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